希望有时之势 我们要想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都是 我现在没结婚 没有儿女 倘若我结婚了 那我的儿女 也是差不多六七岁的年纪 那希望你们有 跟我年龄相仿的 有儿女的 这就要找所准备 假如从这么早就开始 完全用圣贤教育的理念 培养孩子 这培养出来 那肯定是大师级人物 我们看看密宗 对活佛是怎么培养的 这恩师跟我们讲经里面讲过 他曾经问过张家大师 说活佛转世是不是真的 张家大师告诉他 有的是真的 有的不一定可靠 不过说呢 如果真正把一个孩子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活佛转世 这个孩子放到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教 远离污染 隔绝世源 在这个最好的老师 教导下 带着他成长 让他把这些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教导他 跟他讲解 深教研教带动他 他将来也是成为活佛 活佛 活佛是教出来的 为什么呢 人人本性是佛 如果说活佛 每个人都可以做活佛的 本来是佛 看你怎么教 你要用教佛的那个教育来教他 那肯定成佛 你教他成凡夫就成凡夫 完全是教育 塑造一个人 所以讲到建义勇为 那现在可以说最迫切的 一个就是推动全民教育 这是横向 还有一个数项的培养传人 两者比起来 我感觉到 培养传人更重要 无后为大 培养后代 是更大的使命 而且需要更大的耐心 这个功德也是第一大 只要正法能够不断 那众生 他就有福 正法是世间的明灯 苦海的明灯 正法一定要由人来弘扬 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正法不是说在经典里面 经典 人未必读得懂 未必愿意读 读懂了 未必能做得到 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圣贤 来带动 假如这世间出十个 像孔子一样的人 像释迦摩尼佛一样的人 那这真是 不要说和谐世界了 简直就成了 可以成为极乐世界了 有这些佛菩萨在世界上来教导众生 那是众生之大信 我们来看 偶异大师的读解 卓武云 卓武月 使人自考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给我们消归自信 智人勇三达德 那我们首先呢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做到 自考 就是自己反省 自己检查 自己落实 不能想着 我推广圣贤教育 我先教别人 先教小孩子 自己没做到 根本不会有教育的效果 你教人家智人勇 首先你自己做到智人勇 所以圣贤教育 首先要求自己的 自己做到了 就有榜样的力量 你是带动人做到 不是靠把嘴去教人 命令人做到 不是 人家即使是 被你命令了 你有这个权 有这个事 它是口服心不服 事服人心不然 你得自己做到 你说也行 不说也行 都有同样的教育效果 下面 引方外使乐 方外使也是 欧益大师同时代的人 比欧益大师稍微早一点 他说三个者字 只是一人 不是三个人也 这个智者 仁者 勇者 这三个者 这里讲得很好 不是三个人 是一个人 一个人 同时具备 智人勇 三大德 所以同时就具备了 不惑 不忧 不惧 这三种德行 那么我们读伦语 这个这里面 有时候 我们读了 以为是三个人 就会搞混淆 像前面我们也讲过 智者要山 仁者要 这个仁者要山 智者要水 这个仁者喜欢山 山是很庄严 很定 智者要水 水是很活泼 这个仁者智者 不是两个人 是一个人 这是欧益大师 都给我们 把这个意思 说透了 所以你做到了智者 你自然也是仁者 也是勇者 你有人 你心地仁爱 慈悲 你自然 自然就能够有智慧 自然就大勇无畏 慈悲的人 是勇敢的人 他是无我的人 所以他勇敢 所以这三即是一 一即是三 全是自性中 本具的性得 只要你恢复自性 这些通通去做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十章 子曰 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 可以世道 未可与利 可与利 未可与权 这里孔子给我们说了 是修学的四个境界 说得很明显 第一个是学 可以共学 但是未可与世道 第二个道 第三呢 可与世道 未可与利 这个利 最后第四个是最高的了 可与利 未可与权 所以学 道 利 权 四个境界 层次分明 那么首先讲这个学 我们修道 首先的学 听讲 读圣贤书 求学问 这个求学问 听讲 这是第一步 那么这第一步的人 很多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传统文化 越来越普及了 这个学习经典的 学习这个古圣先贤的教诲的很多了 即使跟着我们恩师学习的人 那也很多很多 这个无以数计的 这听网络的 听光盘的 很多很多 这是属于大家共学 现在呢 因为呀 这个科技的发达 用远程教学 用媒体 共学 并不是难事 过去呀 共学 都是 有一定条件 你像你跟孔子学习 孔子 弟子 三千人 这是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 私塾学校 就跟一个老师学 当时只能是 口授啊 一没有教科书 教科书也很简单了 有是有一点 诗经啊 上书啊 那种 这个但很少 天天只是听听孔子讲 而且也三千人嘛 这孔子 我们不知道他的声音有多洪亮 不用麦克风 能不能够呢 让这么三千人都能听得很清楚 过去呢 释迦摩尼佛可以 这经上记载的 他在 比如说 祈祖觉山中 他讲经呢 有两万人听 无量寿经 两万人 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佛有神通力啊 比我们现在 麦克风还强 这个只要他 他不用很大声喊 还是很柔和的声音 讲出来 你听起来 就好像他在你耳边 跟你讲一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很清楚 这是书圣的这个能力 但孔子有没有这能力 我们没有看到有记载 但是他也很可观 三千人 弟子三千 这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 但是呢 这个比起现在来讲 现代人更有福报 你看现在听我们恩师 讲经的人 那肯定不止两万人 也不止二十万 也不止二百万 也甚至不止两千万 这是没有统计过 但是呢 这个数目字啊 那一定是很可观 有这个 非正当的这个统计 非正式统计啊 说是听众过益 为什么呢 听光盘 听网络 所以共学的人呢 很多 那么这是第一个层次 这当中 这些人里面 有的学得比较好 他能够入到第二个层次 入道 那是道 就是修道 那是啊 就是往啊 往这道上修了 那么 求学的人多啊 修道的人 相对就少了 那 这就是要真干的人 真干的人 毕竟是啊 只是一个百分比一 啊 那么 这是讲到修道 那么 修道的人 多 这个可与世道 未可与利 就未必能够利到 啊 这个利啊 就是学成功了 你看孔老夫子 十五岁 有志于学 三十而立 到了三十岁 他就学成功 这个成功是什么呢 那至少 啊 他的这个境界啊 可以在任何时候 都不会啊 被动摇 顺境 逆境 都始终保持着 这个修道 那种 哎 志向 啊 这个佛门里面讲啊 八风吹不动 顺境 他不会起贪爱心 逆境 他不会起称惠心 就像一棵大树 他立起来 可以经过这个经受啊 风雨的催打考验 境界风吹 他不动摇 就是他立了 那么在佛法修学上面 真正讲立 那是正德阿罗汉国了 他出了三界了 不是凡夫了 在原教里面讲 七姓为菩萨 这个人才叫利 那么下面说 可与利 未可与权 这个纵然 是利了 学到学成功了 但是呢 他没有到了 登峰造极 没有到达圆满 他不能够啊 行全 这个行全就是什么呢 随机变化 灵活应用 像孔老夫子 三十岁就立了 到了四十不获 五十知天命 六十耳顺 七十 从心所欲不欲举 这个时候 他就真正的行全 那是到了圆满了 他有全巧方便的智慧 这属于全智 在佛法修行里面 讲的智慧 一个是实智 一个是全智 实智是什么呢 你得到了空性智慧 你知道万法皆空 你在一切境界里面 你不动心 你不会再生死轮转 你出三截 这是实智 全智 那可是大菩萨 发身大师的智慧 与一切众生同事 何光同臣 而不受染污 而能方便教化 一切众生 那么这是修行四个阶段 那这个四个阶段 怎么样一层层提升 这个要诀 就是我们恩师 在讲习当中 常提到的 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你看破一分 你就能放下一分 修行的层次 这四个层次来讲 是大分的 小的 这个细分 那是很多的 无量无边 像《华严经》里面 分52个位词 实信实住 实回向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性有十个位 住有十个位 行有十个位 回向十个位 地有十个位 上面还有等觉 妙觉 52位 那再细分 那是无量无边 在这些境界当中 不断地提升 那个 要门 就在于 看破 放下 你比如说 你看破 知道什么呢 一切法 一切法 接空 你就能放下 执着 那你要真知道 不能够听 我听明白了 那个未必知道 为什么 你没放下 没放下 说明你也没有真知道 你没有真看破 所以你真正放下了 说明你真看破 放下了执着 你就证得 阿罗汉果 你就立了 再放下分别 那你就证得 菩萨果位了 放下了妄想 这起心动念都没有了 你就证得 佛果位了 所以都是看你放下 多少而已 那对我们凡夫而言 首先要怎么放呢 先从身外物放起 对于 这个 身外的 名利 五欲 要放下 这放下了之后 你才可以入门 没放下 门都没入 那我们恩师讲 你要放下十六个字 你就到大门口 哪十六个字呢 自私自利 明文理 五欲六成 贪嗔之满 你放下十六个字 到大门口 还不能算入门 再入门 你得放下 身见 边见 戒取见 见取见 邪见 这个见烦恼 正虚脱还果 小乘出果 原教初心为菩萨 这叫入门了 开始读小学一年级 然后二年级 三年级往上读 52个年级 圆满毕业 就像上楼梯 你得放下 底下一层 你才能走上第二层 你第一层 不肯放下 你肯定上不了第二层 偶一大师 注决当中说 连说三个可 未可 正要他免到可处 所以夫子这里 他讲这个话 不是反面的 打击我们积极性的 说你这个人 可以跟你共学而已 不能跟你一起修道 可以跟你修道 也不可能跟你一起立 可以跟你立 也不能跟你一起行全 这都好像反面上讲 实际上孔老夫子讲的 这个话 他的真正的含义 是勉励你 这是激将法 激你上路 首先让你 来共学 我们一起共学 一起学习 好比说学习论语 论语学什么呢 学孔子啊 你既然学论语就得学做孔子 不是说听听这论语啊 了解点常识 还能够呢 背上几句 跟人家呢 显示显示 那错了 要学就学做他老人家 做现代的孔子 他给我们做个好模样 那我们现在先在文字上学 共学啊 你听讲 我们一起讨论 这都是共学的 但能不能试道呢 那看我们能不能真正 断自己的毛病习气 论语里面讲到很多的德行 像刚才讲到的智人勇 三大德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真感 那看你是不是 能放下自己的那些毛病习气 共学帮助我们 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习气了 知道我们跟圣人的差距在哪里 然后世道就是你得修了 知道哪个是毛病 把它改过来 这叫修行 不断的改 不断的改 天天改过自信 天天在进步 最后有一天你就学成功 你就是立了 至少我们要做到 孔老夫子三十岁那个境界 立定 圣贤之下 任何的境界考验都不动摇 不退心 这才叫做立 最起码的力 那是你一定得放下 十六个字 才能办得到 自己放下了 不断的在提升 慈悲心越来越增长 度众生的这个方便 智慧也随之增长 你就能行全了 利是得到根本制 全是方便这个厚德制 全是二制 都圆满了 那你就毕业了 你就真正到无学的地位 这个无学是大乘无学 好 我们这一章讲完了 下面看第三十一章 最后一章 唐帝之花 偏其凡尔 其不尔思 事事远尔 子曰 未子思也 夫和远之有 这个唐帝之花 唐帝是一种植物 那么俗称 叫红旋子 红旋子 属于蔷薇科的 落叶小桥木 这么一种植物 这个唐帝的花 夫子引用了两句诗 先是用唐帝之花 做比喻 那么这个花呢 当时就有了 这个孔夫子引用这个诗 到底出处在哪儿 现在不得而知了 叫做意识 找不到出处 那么前两句 唐帝之花 偏其凡尔 这两句呢 没有特定的意义 主要是引出下面两句 这个篇 根据诸子极著里面说的 那个篇呢 当作翩翩起舞 那个篇字 那么这个反呢 当作翻字讲 换句话说 这个花呢 摇摇摆摆 像在风中翩翩起舞一样 翻来翻去 摇动的样子 这两句诗啊 是形容这个花的这种动态 那么底下讲 齐布尔斯 世事远尔 这个 齐布尔斯的尔 尔呢 通常是指 一个代名词 那代表什么呢 这诗文这里面呢 没有说出来 诸子呢 他也说 意不知其何所指也 不知道指什么 那么 所以后儒 后来的这些大儒们呢 他们就各有各的说法了 到底指什么呢 根据何彦极解 这是三国时代的何彦 他的这个论语极解当中呢 说 这张经文 是连着上面一张 就是可与共学 为可与世道 这一张 接下来讲 应该呢 这两张合为一张 这何彦的意思 所以呢 最后面这一张呢 是其实解释前面 为可与权的道理 那就顺着下来讲 那么根据他的意思呢 是讲堂地之花 他是凡而后合 他说这个凡字呢 就是开的意思 花开了 然后又合上 跟其他的花不一样 这是比喻行权 我们这个善巧方便呢 有时候开 有时候合 开合有度 很有智慧 这是呢 讲行权的道理 所以呢 这个下面讲 其不尔似 事事远尔 就是如果你 这个好好的思考 思考什么呢 思考开合之度 那么这个行权之道啊 也就不远了 因为孔子前面讲说 可与利 未可与权嘛 那权 这个境界 应该是最高的 那实际上 你要懂得开合 这也就不远了 你也就能达得到 这样讲下来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当时雪公的意思呢 他说这种说法呢 不如 朱子和苏东波两人的讲法 更为贴切 所以呢 雪公也主张啊 把这一张单列为一张 单独讲 根据苏东波的意思 苏氏以为 这是雪公讲要里面讲 苏氏就是苏东波 这是宋朝的文学家了 很有名的 也是学佛的 不过学佛没成就 诗的意思 是思的贤人而不能得 孔子论其未思之故 能思则贤人何尝再远 苏东波的意思呢 他说 这个孔子所引用的这个诗 意思呢 其不而思啊 思什么呢 思得贤人 像周公 非常希望得到贤士 得到好的帮手 这是他遭思目想的 那么如果我们思得贤人 而不能得呢 什么原因呢 孔子论其未思之故 孔子说 这是因为你很没有真正的思 所以你看 论语 这里面讲到的 子曰 未知思也 福何远之有 这个你想得到贤人 而没得到 是因为你没有思 就是你没真想 真想必定能得到 你是什么呢 想一下 后来又不想了 不能够啊 一条心贯彻到底 如果你真想得到贤人 你首先自己要做个贤人 为什么呢 物以类聚吗 人与群分吗 那你自己不想做贤人 你想得到贤人 那你这个想是假想 妄想 不是真的想 就像袁了凡先生 他讲的这个改造命运 你想得到功名 富贵 如果你真想得到 你就要按照这个方法修 如理如法的修 你也能得到 得功名 想功名得功名 想富贵得富贵 想儿女得儿女 命之我作 福自己求 但是你要求的 求得如理如法 如果你不是这样求 说明你不想嘛 所以你看 两番事情最后就讲到了 他引用这个梦子 说王之浩月圣 如果这个君王真正喜欢音乐 他应该懂得与民同乐 这是他真正喜欢音乐 用这个比喻 讲什么呢 我们真正希望我们的命好 我们就应该好好修得 否则那就是成为妄想 所以书士这里讲到的思 是思贤人 得到贤人 如果真正能思 富何远之有 就是讲则贤人 何尝再远呢 贤人并不遥远 其实你只要是一个真正贤明的君主 贤人自然会投靠你 你要不贤明 贤人就在你旁边 你也认不出他来 这是讲到 这个耳 齐不耳思的耳 是指代贤人 底下又说 诸子以为 孔子借这四句诗 表示人远乎哉之意 那诸子呢 把这个耳字呢 当作人字 说的耳是指代人的 反正这个诗里面 说这个耳没有所指 没有特指 那就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书东波以为是贤人 这个何彦呢 前面刚才讲到 以为是行权之道 那诸七诸夫子呢 把他作为人 因为论语里面呢 在另外一章 另外一章啊 孔子讲过 说人远乎哉 我欲人呢 私人之意 人的这个境界 那是圣人境界了 当然跟何彦所讲的 行权之道 应该是相同的境界 都是圣人的境界 这个境界遥远吗 是不是高不可攀呢 夫子讲 我欲人 私人之意 我想要得到人 我想要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当下就现前了 你就得到了 这是讲的顿法了 你一念回心 你就回归到人体上了 人的体 就是自信 你就明自本性 见自本性 怎么回归啊 你放下就行 放下了 妄想分别执着 你就回归了 那放下 说难也难 说容易也容易 为什么难呢 多声多节的习气 要放下 说来容易 做来难 那放不下 就是因为还没有明白 没彻底明白 一定要彻底明白了 你才能啃放下 所以听经很重要 多听 听到明白了 自自然而放下 那为什么 要说容易呢 这个事情 你只求自己 自己分内的事 没有求人 而且呢 说老实话 你放下了 你并没有什么失去的 放下只是你那个妄念 你什么都没有失去 放下之后 你发现你自己本自具足 你放下了 你放不下了 反而障碍了自己的性德 本来 记足的 现在你好像都一无所有 你很可怜了 所以啊 这个人 要回归到人的境界 没有别的 放下 先从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贪嗔之慢 开始放弃 这叫真正的私 就是你真想这么做 这个真要紧 如果你真正是发了心 要这么做 那恭喜你了 你会很快做到 这佛法里面都讲过 初发心 集成正觉 你只要真发起这个心 保持初发心不变 不退 你成佛都有余啊 但是你不能够退心 退了心 说明你那个心不真 真心是不变 变了那是假的心 妄心 那么这是雪宫讲要里面 举出三家注解 是各书几件 那么实际上呢 从汉朝到宋朝 这些学者们呢 各有各的见解 都没有定论 到底啊 孔子说的 这个 齐布尔斯 是什么呢 这个 只能是啊 我们存疑了 也不必啊 一定要有个定论 那么雪宫呢 有一个折中的方式 来讲解 这一章论语 也讲得特别好 特别圆融 这个他讲到 孔子的位之思也 这个思字 思什么 这个对象 我们不需要去执着 个人有个人的见解 什么对象 那个不要紧 雪宫讲的 所思的对象 无论多么遥远 一思便在眼前 学的这个字 这个就是思字 修道便有大用 所以雪宫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个思字 不要集中在思什么 思什么那个对象 无所谓 无所谓 思字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重点 这个呢 讲的确实比先儒讲的 这个见地又高一层 所思的对象 不管是什么 你想好的也行 想不好的也行 你只要真正的在那里思 在那里想 你就能想成功 这佛法里讲的 一切法有心享生 就这个道理 这一切法 善法也包括在内 恶法也包括在内 比如说你一心为善 一心帮助人 那你的心地越来越善良 你就能到天道去 你就真正成为善人 但如果你一心 这个做杀盗淫 这些恶事 天天就想这个 那最后也想成功 那你就到了 这个三恶道去受伤 那你就真正成为这个恶人 你想什么 就得什么 就成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想佛呢 你一心想佛 你将来必定往生不退成佛 都是你想出来的 所以学的这个字 修道便要大用 知道整个宇宙 怎么出来的 我的这个思 里面产生 这个思就是你的念头 你因为有念头 这宇宙就变现出来了 那这个宇宙是好还是不好 完全是你自己念头决定 你的念头好 念头善 你的境界就善 你的念头要是不善 这个境界里面就很多灾难 天灾人祸 很平凡 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重要的你要能够转变 转我们自己的思 我们的念 我们想希望帮助世间消灾免难 怎么帮助 从自己转念头开始 把自己贪嗔之慢 全部 全部斩出干净 愣言经常讲 贪心 感得的水灾 称惠心 感得火灾 像火山爆发 全球变暖 这都是火的缘故 称惠心 这一个人一称慧 发脾气 你看就直冒火 温度就上升 愚痴 感得风灾 傲慢 不平 感得地震 所以这些天灾 不是什么自然灾害了 全是人为的 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 那么 只要把自己贪嗔之慢的烦恼 放下 这个世界就恢复太平 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你不能不相信 如果说靠我一个人这样想 能想成功吗 我力量那么有限 我才 全球六十几亿人 我这六十亿分之一 我能做点什么呢 你看 你这样一想 也给你想成功 你真的不能做什么 一切法有心想生 像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个小鸟 要救森林大火的例子 你看小鸟 这么小 没想到他能不能救大火 他只想救大火 没想到会不会成功 结果他成功了 一心想成功 我在这个前一个礼拜六 到了悉尼 听这个几位专家的讲座 其中有一位是美国 其中有一位是美国非常有名的 一位 一位这个心理学家 和演说家 在美国很有名 人们称他为 the father of motivation 他非常能够激励人 他是在讲座当中 啊 引用了科学的这个研究成果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人 如果持之以恒的 弃而不舍的 想一桩事情 你就能想成功 如果这个世界 原来没有一样东西 你一直在想 我要把这样东西实现 你就能够创造这样东西 我们纵观人类的历史 科学怎么发展 都是人敢想啊 原来没有飞机 人就敢想 哎呀 我要飞到天上是怎么样的 后来就能发明飞机 有人想着 哎呀 这个大海对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过去看看 就想着 发明了轮船 就能够航海 就能够周游全世界了 你能敢想 就能够创造 这不就一切法性象征了 那我们现在要化解灾难 我们要敢想 自己勇于承担 我能做到 古艳于有所谓的 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天下新王 这个世界 新还是王 是太平 还是多灾多难 谁的责任 我的责任 一个匹夫 匹夫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指谁呢 不是指别人 是指自己 就是我 我的责任 为什么呢 这个天下是我的天下 不是人的天下 夫子讲嘛 为人有己 而由人乎灾 这个你要使天下归人 自己的事情 你有这一份担当 那你就有圣贤的根基 你不敢担当 那你这一生不可能成为圣人 圣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 而 明白了 这个大道了 知道如何去改造 世界 使世界更美好 更和谐 所以 学的这个字 修道便有大用 这真是 这个大用 你想成佛 都能想得到 你看六祖慧能大师 见到了五祖 这个见五祖的时候 他只是个24岁的年轻人 什么都不懂 又没文化 又不是字 南方人 广东人 我老家人 他这个 过去唐朝时代 广东那是属于南蛮之地 最为开化野蛮的人地方了 六祖跑到五祖会下 五祖问他 你来做什么 六祖回答 我来做佛的 你看人家敢想 一个24岁的 什么文化都没有的人 他竟然敢想成佛 了不起啊 我们谁入佛门 想说我成佛来的 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真正这样想 你就能办得到 六祖就是这样办到 五祖见他回答 哎呀 这口气好大 给他个考试 打压他 说你这阁疗还想成佛 阁疗就是过去呀 那种侮辱南蛮子的话 你这南蛮子还想成佛 你看慧能大师怎么回答 说人有南北呀 佛性何分南北 你看看 人人本来是佛 佛性上平等的 没有南北之分 北方人 这个有文化的人能成佛 没文化的人 南方人也能成佛 六祖大师 那真是成为一位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佛老 没有文化 大字不识 他也能成佛 所以他敢想 这个想做佛 这就是菩提心 这个谭伦大师 在《往生论》里面讲的 这《往生论》的诸节里面讲 所以你愿做佛心 即是愿度众生的心 这就是菩提心 那如何愿做佛心呢 你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心 就是愿做佛心 所以你一心求生净土 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你就一定做佛 下来我们看《偶遇大师》书记 词语 诗无邪一语 参看 那这诗无邪 是夫子讲的 诗三百 一言而必知 诗无邪 诗经 它这里面都是 诗无邪的 便见心于诗的真正学问 亦可与佛门中念佛三昧 作助脚 这诗真正的学问 思无邪 我们思想里没有邪念 纯净 纯净 纯善 这是真正学问 那严格的来讲 什么是邪呢 实法界里头 除了佛以外 其他全是邪 严格来讲 所以你只有念佛 才叫思无邪 所以这是佛门中 念佛三昧 作主角 所以我们真正做到思无邪 没别的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若或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就是这样 这叫思无邪 这叫念佛三昧 下面又说 卓五云 人之所以 溺于禽兽 全在思 人之所以 可为圣贤 全在思 故 立 为便知 不但为一事 翻案而已 所以 人 或作禽兽 或作圣贤 都在你这个思 你这个念头 如果我们一念邪 一念恶 那就与秦 是无异了 那就是三恶道 众生 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你就是圣贤了 你就是圣贤了 全在你这个念头 宗风国师 中风国师讲的好 这个 本无迷雾之有见 但有迷雾之差 没有圣贤 之彼此 圣与贤 这个圣与烦 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一个迷雾 全在你的念头 你念头能够转迷为物了 你就转返成圣 所以呢 夫子这里讲 这个 为之思也 夫何远之有 是立为辩之 是不仅是为诗 诗经方案 为这个一诗 这个方案 方案就是说 把他的意思 说得正确了 不仅这样为一诗方案而已 而且告诉我们 全体圣贤 的学问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这个第九篇 到今天 也就讲解圆满了 明天开始 学习第十篇 今天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